很清楚有個白衣的女人坐在床上 當她看過來的時候 她是沒有樣子的 我向著那個效力上報 隨便有一頁拍照 我拿給我的朋友看 全部都呆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仔》 歡迎收看《EG大國仔》 今天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們這裡的嘉賓 哇,真的 不得自你剛剛叫做OT的Oscar 其實我OT了很久了 OT了很久 因為他在早上就叫OT 你跟我說你叫Oscar 然後大家不是第一次見到Billy 也見到那次 然後真的是第一次見到KiBee KiBee是第一次 這麼禮貌,也不是合作過嗎? 是啊 又打一球 很難找 很難找 我也很榮幸 KiBee很難找 你沒看過這個 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我們在拍攝禁讀正能量的最後一季 最後一季就相對的 激武拿多 我們現在所有人都去荒島 詳情呢 麻煩你去禁讀正能量那邊看吧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我有一件事想做很久了 一直都會想玩說鬼故 我就是想說關於被鬼窄的經歷 首先大家對於被鬼窄聽回來是怎樣的 在床上動不動 很簡單的 我聽過有人是張開眼睛不能動 但是眼睛不能動 看到其他東西之類都有 你們什麼方面都沒有試過 兩方面都沒有試過 我試過最驚險的東西是類似的 有一個在澳洲的 但就不太被鬼殺 因為我工作假期 一個叫做backpacker的hostel 我們就大家一組人 我們去摘藍莓 那位其實就是離開city 一個小時車程 所以其實那裡刪咳 只有那間餐廳 我們睡覺也沒什麼 過了幾天 才發現那間餐廳是 然後我們得知這間餐廳是醫院前身後 其實大家都很驚慌 很想快點離開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約而同 都感覺到有一點不同的事情開始發生 因為其實那裡有幾個 外國人已經住了幾年 在那邊做交換 即是幫忙掃地 交換住宿 他們自己本身都有各自的經歷在裡面 例如在廁所裡面有 那麼多 那麼多隻 他們這樣跟我們說 然後在後院又有什麼 然後在嬰兒房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不多說那些 好了 戲動來了 就是他們看到對面有一個人影的東西 他們還要拍照 拍照之後還要看到一個白色影 我們過了幾天就真的搬走了 你弄得我變得不想說被鬼摘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 又是挺恐怖的經歷 等Kibi 先說 好 我先說被鬼摘 我是試過幾次的 其實跟你描述差不多 我可以張開眼睛 但身體不能動 而且你會看到 譬如我房間 蝦地 但有一點點光 還有跌倒 我會看到那些傢伙輪廓 你會覺得那一刻好像 如果用鏡頭來形容 好像是一個 歪歪的鏡頭 如眼 如眼 有一點點如眼的感覺 然後想嘗試動一下自己 是動不了的 其實我呢 我比較相信科學 但是我會覺得可能他們只是他們的空間 我當真的有鬼 但因為那時我讀中學的時候 我有一個老師就跟我說 即是他的教授 他說 其實見到鬼你不用怕他的 就算他害死了你 你也會變成一隻鬼 你跟他同樣 你再跟他練過 我真的覺得很正確 很正確 很正確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對 不要緊你害死我 我懷著你憎恨死的話 我的憎恨不會被你笑 真的 因為我都會被人害死 恐怖了 你幹嘛要害我 我沒想到 對 這樣想法會比較好 Philly呢 我是沒有你一個東西的 我是避忌這些東西的 因為我天生比較小膽 對於這方面 我不喜歡恐怖的東西 有些jumpscare 鬼屋 不喜歡這些 或者 有一點點害怕 對 就算是海洋公園 或者迪士尼那些鬼屋 我是不敢進 也不敢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撞的機會是很少的 最把握的那次 已經是有一次 有些做事的仇映 那個戲是說 那些靈探人進去 那個風能圈那裡 因為我在做事的 我一個人自己看 到了EG 我先說一說 關於被鬼窄的那些東西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蠻頻密的 我試過所有版本 最奇怪的情況是 我試過聽到 有兩個以上的男人吵架 他們罵得很粗魯一下 即是說了粗喉 不停在這裡罵 但不是罵我的 但我總之就是動不了 有一次更激烈的 就是他連同那些夢中夢一起來 我那時在我爺爺的房間睡覺 即是夢境裡面 最初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起了 但一起來 就立即感覺到被鬼窄 我是完全動不了 接著我看到 是很清楚 有個白衣的女人坐在床上 嘩 是超長頭髮 那次最恐怖的 是因為當她看過來的時候 她是沒有樣子的 嗯 我嚇到怎樣 我嚇到窄醒了 即是原來我又在做夢 接著我一起來 就在阿爺阿媽的房間 嘩 即是由我發第三層夢到 我真的醒了 那時我都是同一個地方 我醒了那時 我都不確定自己是否醒了 剛才Oscar說了一個 疑似狀的經歷 我也說一個疑似狀的經歷 我依然在兼職工作 然後有時下班後 就會跟同事 這個動 好恐怖 然後有時下班後 就會跟同事去網吧 有一次因為我的區 即是上班那一區 就有一間殺了學校的學校 那時就差不多七至九個人 就一起進去 最初沒什麼 接著我們決定由第一層 走上天台 我們中間很不懂得死的 我們在別人的校徒 那棵牆那裡留名 寫名這個應該很忌忌 那時真的很夠僵 不知為什麼 我現在不夠 他小子不懂得死 接著我們一路上上上上 上到天台下面的那一層 有一間班房 我們很感興趣 因為那個露台 是露台 一間班房的露台 已經很神奇了 露台 是沒有欄杆的 我們成爪就很想進去看 我們就不停開門 不可以 鎖了 想開窗 窗太扁太高 蓋不住 然後放棄 然後我們就照上天台 我們那時候很害怕 上到天台 因為天台完全沒有圍欄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爬在地上 這樣看下去 是 天台沒什麼的 只有水箱 我們會丟一些螢光棒 看看它有多深 丟完之後是很深的 這個不是重點 沒什麼特別 上天台發覺沒什麼玩了 就打算到樓下操場那邊 準備走人 在沿路經過原本 高方的 入不到的班房的時候 看到那個門是自己已經開了 之前我們怎樣都開不到 鎖了的門是自己開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 也都進去那間課室看 首先露台真的沒有圍欄 之餘就是 課室最尾的位置 有三張 你不知道是那些 尊重照片還是車頭照片 嗯 地上有三個飯盒 然後插了香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開始 覺得我們快點走 快點走 到走的時候 我們好好有手尾 幫人關門 誰知道門是會自己開的 然後我們就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個大門前 大門前有個類似校武柱的地方 然後校武柱裡面 沒有了所有東西 已經關了校武 剩下粉筆粉刷 還有一兩本的效力刷 嗯 即是那些每年的 剛剛那三個眼睛 那我又沒有看了 好害怕啊 對呀 真的 首先那時候是SENGA年代 我還在使用那些 不是很智能手機 我那時候只不過是無聊 我向著那個效力相簿 隨便有一頁拍了一張照片 嘩 你真的很大膽啊 拍完啦 走了 因為剛巧我們爬鐵絲網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當值人員就在巡遊 我們就很急急地跳 因為我們很急急 我走的時候 直接是左腳咬柴的 因為是一樓再高一點的地方 跳過來就這樣 然後就急急跑去吃宵夜 我拿著電話出來看照片 我拿給我的朋友看 全部都呆了 因為我拍了那張照片 是隨便一個形式的人的班照片 所有東西都是蒙了 但是我們拍的時候 是看著我的手機裡面的照片沒事 然後我那時候把照片上伸出了 說了鬼故事 嘩 無管動啊 但是這個是真是真事 至少有九個人見證 到這裡 如果還想聽我分享更多鬼故事 或者想聽更多其他人分享鬼故事 就在這裡留言 我不知道是我第一次在YouTube說鬼故事 不知道你們是喜歡與否 如果喜歡的話就留一句話給我聽 然後記得訂閱大家 對不起 也記得訂閱一下我 不要怕 不要怕 還有Facebook和IG那些 大家明天不說話 好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也有 拜拜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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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訊欠見 出了 elsius